一家飞机没有回酒店 第一站先去吃了米粉 然后今天吃带汤的 明天吃干拌的 后天吃脖子粉 就这么定 其实我特别希望 我们请的嘉宾能够来一些老朋友 然后这样 不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能够去体验当地的一些 好玩的 看到当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美丽的风景 同时也可以 和我们的老朋友 在节目当中相聚 这下可以要自己说一句 稍微简单一点吧 上几期烧脑游戏 实在是脑子都已经爆掉了 本来想问 你男人最要干的事情 结果我都干完了 真的我在群里也给他们发了 什么位置啊 什么照片什么的 我都给他们发了 所以你们下车看着 我正在跟他们分享 我 我